好 今天是中秋節 我們要去烏嘎宴 然後現在走在台山線上 台山線是哪 山線 臉上三條線 然後待會兒馬上進去裡一潭水庫 旁邊就是裡一潭水庫 這條路是苗62 這條路是苗62 旁邊有溫泉鋪湯 就是上島山 湖山 這邊是老街也可以看得到 由貝爾來露營區 這裡還有很多 然後清安國小的水庫前列海道 好 這裡開始走產業道路 然後大概我們的海阪都爬到一千公里 真的是能產業的產業道路 呵呵呵 這條路是旁邊爬的燈山道路 也算不錯啊 這一塊密密麻麻的牌子上 有多少個露營區 其中烏嘎宴露營區就在上面 可是因為我們導航 直接到烏嘎宴露營區 造成了這一次的迷航 記得上一次來的時候 我們導的是石水坊露營區 很順利的就到達了 這裡我們開錯了 來到了小牛露營區 只好後退轉頭 再繼續走 沒想到我們來到了這一片 很美麗的竹林祕境 這一片漂亮的竹林祕境 是網路上很有名的景點 也是許多網美喜歡拍照的景點 假日許多遊客都在這兒漫步 拍照取景 右邊的這個牌子告訴我們前面施工 可是我們錯過故事 繼續前行 您已到達目的地 可是 不見露營區 回頭無路 只得直指往前開 否則今晚睡哪裡 竹林很美 彷彿進入綠色時光隧道 異次元世界 咦 怎麼出現了這種三角錐 一部挖土機 硬生生的擋在路中央 我們下去查看 只要過了這個挖土機 往前開便就是烏嘎宴的營區 我們值得打電話給營主 一位基哥那裡露營區的營主 還有一位烏嘎宴露營區的營主 都說這個挖土機不是他們的 是縣政府的 我們無法穿越 只有後退 對 到另外一個雞哥那裡營區的門口 從他們的營區開上去 我的媽呀 這麼窄小 大轉彎 單線 又在施工 我們怎麼後退啊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對啊對啊 那這個輪胎會刺破 雞哥那裡的營主真的是佛心來著 他說他幫我們看後面 烏嘎宴的老闆在前面幫我們指揮 就這樣一點一點的後退 此時才深深的體會到 人生不僅是要前進 連後退也是需要技能的 退了一段之後 這位雞哥那裡的營主 還是繼續的幫我們把旁邊的鐵條搬開 生怕我們的輪胎被刺破 成了這小山境最大的障礙物 還好這是老公在開車 他飆車的技術沒話說 巴苦的技術更是一流 記得當年考照 沒有這一項啊 監理戰英明 現在有考S型前進後退了 真的是派上用場了 西區8號不是 來到這個下坡法夾灣的地方 才是真正的技術 開彎路上山下山 正開反開前進 巴苦這個大迴轉 你聽到車子在吱吱咔咔的響嗎 S前進反S後退 插邊球 safe總算安全過關了 safe 巴苦繼續 連營區的老闆都稱讚老公 很好很好 繼續開 天啊 我們今天到底是來露營的 還是來考駕照的 歡迎 兩側壯麗的山景 像影片般倒带的持续播放 看着老公的车子缓缓的往下开 又有两位热心的营主 一前一后的护送 总算到达基哥那里的营区门口 基哥那里的营长 骑着摩托车领着我们 穿过他的营区 告诉我们 从右上角的那条路穿上去 出去就可以 总算走出来了 前面这部高尔夫球车 是乌嘎燕银站的车子 我们就跟着他 他带领着我们 到他的营地去 两个营主 哇 这狭小的山路上 居然对面也来了一部车 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会车的小山镜 所幸的是 对方也是一位倒车高手吧 只见他也是缓缓的 往上退 我们很庆幸 我们不用再网哭了 看如果我们来的话 要带来那些 雨线啊 还要坐在雨机上 要玩的话 遇到雨凑彻的 然后就死掉了 这个迷航季 就当作我们先来看路吧 因为我们11月份 还打算再多邀一些朋友 来这个露营区玩耍 现在我们知道了 不要再走错路了 终于看到我们刚刚的名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